公元24期后 在这个时间点 地球online东方和西方 两边发生的故事 都有一点一言难尽啊 就很神奇 这个时期 整个地球online的游戏界面上 存在着四大强国 从西大东分别是 罗马帝国 安息帝国 贵双帝国 和大汉 这四个国家虽然存在着冲突 但也因为丝绸之路 一直保持着良好的贸易关系 赚钱嘛 不寒蝉 而这四个国家 在这段时间 要么活得很魔幻 要么死得很神奇 要么 接日奏院 接日活 而总会遇到一些 比较奇怪的问题了 所以 新闻学生的故事 到了公元20级小后 在这个时代 这球online文明争霸的东西两边 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警告 大家看视频前可以先 关注 点赞 谢谢 公元20级前后 东方福祉上的中国 进入了一个 很奇怪的版本 这个时候中国时代东汉时期 而这个时代的皇帝们 都非常未来可期 汉皇帝15岁登基 县帝9岁登基 自己8岁 冲帝2岁 生地更是天赋一领 出生一百天就拿到了皇位 看看人家 想想你出生一百天的时候 都在干什么 在东汉 18岁上才登基的皇帝 也就开头三颗 全都是小皇帝 而这也让东汉整个时期 都变得 相当的神奇 而在西兵 西方福祉这时已经把那位 自以为是的艺术家 拭目的戴孝子 惠后无助的浪子和暴君 神奇 而且神经病的 一路克劳蒂乌斯 凯尔萨奥普尊都 热尔曼尼库斯 送走了 这位老哥曾经是唯一一位 拿下奥运会所有金牌的男人 那时他参加了 包括跑步 赛车在内的所有奥运会项目 无论跑的第几名 无论中途翻车还是半岛 裁判最后总会把冠军给他 sorry 作为皇帝真的能为所欲为 据说 他最有自杀的时候不敢下手 并且要求随从先自杀 给他自个示范 哎呀 这自杀 多是点美色啊 哎 哎 都看着我干什么 快 快自杀呀 自杀呀 趁早自杀 他奶奶的为什么都不自杀 理论上 罗马送走了四大暴君时代的最后一位暴君 你录以后 西方服务器经历了一波版本混乱 作为一个游戏 接下来地球online系统应该给一份系统补偿 让罗马进入一个比较和平稳定的时期 让大家都能开心玩 但是 众所周知 地球online是一款垃圾游戏 复活复活系统没有 挂了就要消耗 初期没有新手礼包 重要的任务会突然出现 任务失败还不再刷新 副本会随机刷新 并且难度和玩家等级无关 概过程一句话就是 专门用来耍你的 当时罗马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这个时期是罗马帝国第二世纪王朝 弗拉维王朝 其实国家管得还不错 三奈何 地球online直接来了一波 一箭三连 历史上最出名的一次火山爆发 就出现在了这个时代 公元79年 亚平一半岛上 沉睡青年的维斯威火山突然爆发 罗马具有600年历史的名城 庞贝完全被淹没在火山灰里 后约5-6年的火山灰 毫不留情的 将庞贝从地球上 捂掉了 成千上万的人们 被深藏在庞贝城的地下 被火山灰火成了木乃伊 这之后没多久 罗马又燃起了一场 持续三天三夜的全场大火 刚刚毁发的罗马城 又被烧了 可在刚刚过去 罗马又爆发了大瘟疫 变形最严重 实称 本所未闻 罗马帝国第2世纪王朝 总共三个皇帝 两个内道病死 最后一个皇帝 他总觉得幼雕名小害症 太过多疑 早就最后真的被刺杀了 整个王朝仅仅历史27年便结束了 啊 西方福利社版本又要更新了 而此时 地球online这个游戏 已经运行了几千年 各地的服务器 也定下了许多基本的规则 比如在西边 罗马虽然有那么大力快递 但他们总觉得 除了一大力之快递 谁大力 都不是自己的一样 出示了老马罗马城里冲 而东方这个服务器 他始终觉得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200年前 张千凿空西域 打通思考之路 而上级我讲过 史上最强盗号者 王莽 他上位后 直接把西汉给卸载了 中原也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 而现在 是时候重铸帝国光了 这个时期的东汉 还没有进入小黄帝时代 实际还算正常 诶 好像也不能说是正常啊 因为这个时候 东边这块土地上 出了一个 神仙 此人他姓班明超 自重生 爱好当西部牛仔 他的主要文宣成就友 创造了两个著名成语 头皮丛容 和不入虎穴 言得虎子 他的主要军事成就友 带着36个人 就把西域几十个国家收复了 此话说得好 世界上永远不缺搞事情的人 在收复西域讨伐凶人的过程中 西边 当时是解释了强国之一的贵霜 一跑来搞事情 贵霜是大跃之人建立的一个帝国 啊 当然我更喜欢念成大陆志了 最初大跃之人被匈奴 削了垂后 跑到了印度旁边 占了人家许多地盘 他把名字改成了 表示想和汉朝联姻 没想到 班超寝室都没寝室 直接 而这时候贵霜 想我在中亚八面为分 你屈屈小汉 他给脸不要脸啦 于是立刻派出七万精兵 杀向班超 结果贵霜战败求和 开始年年向汉朝进攻 而如果不是一些巧合 或许班超还能再完成一件 再入历史的事件 高年97年 西域被搞定了 此时 班超再想一件事 西域的更西边 又是个什么样子呢 听说再往西 那里有个国家 叫做大秦 地方素食里 有四百余城 小国立书者 素食 于是乎 班超派出了他的部下 干音 向西探查 搜寻那个所谓的大秦 然而 相比班超 干音这个人 没怎么经历过社会毒打 他在路过丝绸之路上 所打强国之力的安息帝国时 安息帝国为了保住自己 自仇自路中间上的身份 就跟干音说 啊你要去罗马 那得花一个星期 啊不 我是说得花两年时间 很多人都死在路上了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这些话 干音相信了 转头就回去了 于是乎 地球安乱的东西两边的直接连机 又要再等上几个版本 而与此同时 没有人注意到的是 一些群星的部族 趁机在匈奴摔车的地方开始崛起 原本被匈奴按在地上摩擦的东湖人的 巫管和鲜卑两大部族 率先开始填补起了匈奴留下的生态位 而在这半年后 中国服务器将会因为鲜卑各部的南下 进入五湖乱滑的时代 当然这是后面的事情 我们现在先不说 而正当班超 想一会西方奥秘的时候 这个时间点 刚好也到了西边罗马的五贤帝时代 安尊尼王朝 在这个版本里 西方服务器出现了一个 非常有趣的制度 养子继承制 这个制度本身优秀有限定 但是有点落后 每个皇帝都会选择一个更优秀的人 当自己的继承人来访动人回击 但前提是 自己得不生儿子 五贤帝版本第一位皇帝叫尼尔瓦 他 没什么好讲的 受了两年就积极了 他做了最牛逼的事情 或许是指定了下一位继承人 奥黛姆图拉针 而图拉针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 那就是西方版的汉武帝 他 一边建各种基建稳定证据 一边开始对外扩张 搞到旁边安息帝国很不少 因此还被元老院 授予了安息征服者的称号 就是在这个时间里 罗马帝国的疆域扩到了顶点 他甚至还想一股作戏 灭掉安息帝国 跑到贵双帝国和汉朝接壤 诶 怎么说着说着更想亚历山大了呢 他的继承者是哈德良 他的特点是同时拥有 枭雄之志和龙羊之号 喜欢隐魂的年长女性 或者年轻的漂亮男性 哈德良在位时 为了防止罗马人搞事情 他还建了罗马版的长城 罗马三大长城之一的 哈德良长城 诶 你们不要看母体套哦 很有用的 而他 也刚好赶上地球online的一个小副本 公元132年 犹太人记忆 史称犹太战争 皇帝哈德良派了大批军队前去增压 征伐了三年 刷死了犹太人50多万 犹太行神直接被改名成了巴勒斯坦行神 到20世纪 这个地方被叫成了以色列 公元38年 色贤弟安多尼继位 他 也没什么好讲的 那贤弟嘛 越贤也不会搞事情 他们的剧本日常就是那些 严禁乱烧 免除税款 奖励教育啊什么的 而第五位贤弟奥勒柳 他 就比较倒霉了 这个时期 罗马周围的热尔曼蛮子 已经形成了气候 而旁边的安息帝国 也经常来搞事情 想着反击安息帝国吧 直接把自己搞安息了 打仗过程中 罗马军队得了瘟疫 并且直接把瘟疫带回了罗马 而多次击败热尔曼蛮子后 也发现 这群人怎么肥子 扎不完的吗 最后只能采用安抚政策 允许他们在边境进居 从这日起 热尔曼蛮子 最后搞得罗马帝国安顿尼王朝 直接结束 这最后一位皇帝 也为古欧洲的三世纪危机 买下了伏笔 罗马即将进入他们的三古时代 而巧的是 正版三国演义 也即将在千里之外的东方伏群上 上演 这个时期的东汉 有三个特产 除了小皇帝以外 还盛产外戚和宦官 外戚就是皇帝的两家人 而宦官则是 又是一个死太监 东汉的故事 实际就是外戚和宦官 活的故事 皇帝自己恶心的一批 感觉每次都需要在两坨响里 卷一口吃下去 上面 外戚宦官在搞政治 下面 地主土豪在兼兵土地 老百姓表示很绝望 这时候 神秘学就很容易发展起来 其中出现了著名人物 是太平道的创始人 张角 他的信徒里甚至有皇帝身边的宦官 卫使 朝廷大臣 然而 汉朝竟然不care 理由是 朝廷觉得张角跳大使 可以安抚地方百姓 觉得他是一个帮助朝鲜的好同志 公元184年 中国历史上 规模最大农民起义 第一 黄金起义 发生了 虽然出现了 杀桌的 卖澡的 卖脱海的 各种超级英雄 把起义镇压了下去 但到了公元189年 皇帝的两家人 和死太监在火兵的过程中 终于把夫妻给敲坏了 这个时代是少帝时期 外戚的话是 是少帝的舅舅 大将军何敬 他想把宦官实力直接 鞋刀祖畅 于是他决定 找地方上牛逼的NPC来帮忙 而这个NPC的名字 叫董卓 严谨地说 三国时代 要等到曹丕称帝以后才开始 但 谁看三国会从曹丕那里看起 于是总时 生于幽幻 死于安乐 也成了这个时代的主体 东汉 贵霜 安息 罗马 在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后 都似乎被时间抹去了棱角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罗马结束了自己最辉煌的 五贤帝时代 随后皇帝开始频频死亡 北方满足的身影日渐先兮 帝国境内一时间群雄并起 短短几十年 罗马帝国尊位割据者 多达几十位 而安息帝国也惨败于罗马 一举不振 贵霜帝国各自分家 东汉王朝奄奄奄一息 但同时 东方福气在这个时代 也为地条online贡献出了最华丽的表演 赛伦发明了道指术 雪盛完成了汉字学开山鼻祖 说文底字 张衡发明了魂天仪和地动仪 张仲景编写了《伤寒杂兵论》 这些东西至今都为了你们的生活 发挥着巨大影响 而基督教和佛教也在东西两边 往步发展 这是一个帝国血色轮回的时代 这也是一个科技和文化在攀登一个又一个高峰的时代 而在下一个时代 西方三世纪为地道来 文化祭司其路 则天下共逐之 而东方董卓元少 曹操孙先 一时群凶变起 在人类的善为能胜过恶之前 爱好和平 就必须懂得如何打仗 这条online东西方的三国时代即将来临 滚滚长江 东适水 浪花逃尽英雄 是非成败 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激州西洋后 而他们的故事 希望我们下期再来讲述吧